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辅导者 自己本身是过来人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请你真的要寻求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你 那因为这个本身呢 这个超出我们自己个人能够控制的一个能力 他需要呢做一些的隔离 一些治疗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福音的一些真理来帮助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样 喜欢上学啦 不爱念书啦 所以就到了高中呢 就念了一个也不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那就在有一次我们大家在卡拉OK 就在唱歌 那吸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我想说哎呀他们是我朋友 看他们吸那么多次也没什么 那我就跟他们要了一点 说真的那时候我就跟他们就 花钱又买了一些毒品 咦这一吸全针就好 可是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恐怖 哇我真的上瘾了 我真的像电视上上面所说的这样子吗 那就很紧张 谁都不敢讲 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那金钱消耗的也越来越多 那后来就没有钱了 就开始骗家里 那后来没有办法就找别人借 到后面就事情就越搞越复杂 发现我不对劲之后呢 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们说 我原来我吸毒了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那我妈听了也是很紧张 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我妈就给我一些钱 那我就去买了几瓶这个美沙斗 那后来呢我就喝了两瓶 就每天大概喝一点 喝了大概两三天之后 自然就真的真的就戒掉了 那怎么办 那还有一瓶呢 那后来又想说那好吧 那一瓶就拿去卖掉 又换海洛因回来 又继续吸 所以周而复始后就搞了 我妈最后面也很痛苦 我说我都这样帮助你了 你怎么还没有办法戒毒呢 他告诉我说只要听到电话响 然后或者是外面有警察的车子叫 他都睡不着 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每天吃了安眠药睡觉的 他去看医生开安眠药 我爸爸是那个时候呢 他跟我没什么话好讲 他是每天喝酒 我的家族呢 有一位基督徒 就是我的二姑姑 他就在我吸毒那段时间 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呢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我 我在外面贩卖毒品 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戒毒啊 我告诉你哪个地方 在台湾有个晨熙会啊 那边的牧师曾经也是吸过毒啊 那他戒毒成功 你或许可以去 那同时的我的姑姑呢 又介绍我的妈妈去教会 那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呢 就信主了 就信主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后来就 我妈妈要受洗的时候 那我的姑姑就跟我讲 她说你妈妈要受洗咧 那你可不可以请你过来看她一下 那时候我就问我姑姑说 那个地方在哪里 她说一个什么 在花莲的一个 静信会 静信会受洗 一到那地方一下车呢 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姐姐 我的亲戚朋友 他们很高兴喔 还有有人送话给我妈妈 那因为她要受洗 那我下车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我 我在街的一边 他们在街的另外一边 他们看到我之后呢 全部都不讲话 虽然心在隔了一条街 就觉得我们心 觉得很遥远喔 很遥远 那过去之后 他们就唱诗歌 诗歌的 我还记得这诗歌名字叫做 你爱的大能喔 那你爱的大能 那个里面歌词 有一句话是 颅音展翅上腾 那我的名字叫王腾嘛 那展翅上腾 刚有那个字 那我就看到那个 我的名字 颅音展翅上腾 我心就想说 哇 我还能够飞吗 我说我心脏好像跌得很深很深很深 其实在听诗歌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就流眼泪 可是我不想让我妈妈 我家人看到 因为我坐很前面嘛 我是想忍着泪水喔 可是这件事情完之后呢 就让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或许 真的有家人会神 他也可以帮助我介入 所以我就思考了陈希悠 那我回家的时候 其实我回家的时候 我还带了很多毒品回家 我想说最后一次喔 那我大概回到家 大概就住了两三天 把毒品吸完之后 毒瘾又开始发作 那这次发作之后呢 我又想要走了 那我妈妈这一次 真的是把我抱住 把我抱住 说她知道 可能我这次再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所以我妈妈呢 就把我送到了 花莲的一个军人医院 那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呢 护士就过来就抽我的血 然后就发 就是说就没有毒品反应 就戒毒了 那医生就通知我的家人 就说 他已经没有毒品反应了 戒毒成功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了 那我妈妈就 我爸爸就来接我 付了很 蛮贵的一笔费用 然后我爸爸在车上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我现在送你回去 那陈希悠我已经约好了 就是明天 明天我们就直接送你去陈希悠 我就心里又有一个念头 我说 哇明天要去陈希悠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想说 我今天要再去吸毒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就已经有意识到 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我就心里问我自己 我刚才从医院出来 我已经血液已经没有毒品的反应了 我肉体也没有疼痛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感觉到好像 我如果现在不去吸毒的话 我好像这一辈子 好像要跟我一个 生平最爱的一个东西 隔绝了后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我最难戒的 就是心里面的那个隐心毒 我刚进去在一个新人房 那有位弟兄呢 他就告诉我他的见证 他自己以前是混过帮派 住过监狱里面 那他为我祷告 那时候我不知道祷告 对我来说什么意思 可是我就看他 他很诚恳的 跪在我旁边为我祷告 照顾我 后来我就慢慢了解 就是说原来改变他们的是 耶稣基督 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在圣经方面 就有做装备 有下功夫去追求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两年程序会待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 他们在这边很好 可是出去没有多久又回来 所以我发现其实这个 征战真的是蛮大的 并不是这么样的容易 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挤 那于是 台湾的刘明和牧师 就跟我讲说 美国程序会开始 就让我在2005年 就开始 就来到这个地方 跟另外一位姚 姚牧师夫妇 她那时候还有个5岁的女儿 就开始了美国程序会这样的工作 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经历过蛮多的一个挑战 第一个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们需要这么样严格 你们为什么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上瘾者 其实大部分80% 90% 我们都有喝酒的背景 跟吸毒的背景 我们是没有节制的喝 甚至有时候我们喝酒 会勾起我们吸毒的欲望 抽烟也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康复 包括我们酒 烟我们都不碰 第二个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 借饮要借 借一个人的全部 这是借一个的生命 这不是只是短短的 一年两年就可以改变了 甚至当我在服事的时候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 也是看到了 这些所谓的吸毒的父母 他们真的很伤心 因为吸毒给爸爸妈妈 带来很多的一些伤害 很多爸爸妈妈都来这边 带着小孩子来这边看 爸爸妈妈都哭着双眼 在那边 小孩子都叨铃铛在旁边 翘着脚 东摇西摇 好像不关他的事情 在整个福音过程 戒毒过程当中 最低潮的时候 其实就是 怎么样把人留下来 那很多人他们来到我们当中 都是有心想要来戒毒 可是有时候来的地方 就看到就是说 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读圣经能够帮助我戒毒 怎么样 那所以当他们常常要提出 要离开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些都是很年轻 他二十出头而已 那等下我们这边来来去去 有些甚至都没有进来 父母亲带来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打电话 来追踪他们 像我就有一次就说 王传道你不要打电话来了 我说怎么了 他已经走了 他走了 我说他去哪里走了 他说他前几天戏图过量死亡 不过就给我的感动 就是想说 这个侍奉真的是一个 生离死别的侍奉 要抢救人的灵魂 所以 所以是蛮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虽然这个当中有很多挑战 可是我就看到了 就是说如今他们 一位一位一位的出来 站在大家面前 成为大家的一个见证 他们以前是一个 犀如背景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呢 能够为主做见证 而且在社会领域当中 都有一些的贡献 那是我觉得一个 最感动的一个时刻 词作人家 不再怕滚烂烫 主是我的两 与主耶稣同行到天家 不再怕困难呀 不共掌心谎呀 一心一意跟随主 一直到天家 不再怕困难呀 主是我的量呀 与主耶稣同行到天家 到天家